第六十五集 不拿 老王摇了摇头说道 除非愿灵自己现行 或者有修行者为他们开了天眼 那愿灵没有现行 也没有修行者为他开天眼呢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什么 此人天生灵同 什么是天生灵同啊 你可以理解称某种天赋 老王解释道 只不过这种天赋 在妖族身上更常见 打个比方 蝙蝠妖天生就会阴波攻击 而那些毒虫化成的妖物 极善使徒 龙族生下来便有中三境的实力 这些都可以归结为天赋 人类偶尔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天生灵同等于时时都看着天眼 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 也很正常 李牧没有再问 思考着婉婉天生灵同的可能 以他的胆子看到一只女鬼都会吓哭 如果天生灵同自己怎么没有发现 李牧再一细想 又觉得这种事发生在婉婉身上很正常 这个世界虽然有妖有鬼 但在朝廷的庇护下 妖鬼与人族大多井水不犯河水 普通人哪怕是一辈子都接触不到这些东西 而正常情况下 阴灵和怨灵也都是普通人的样子 鬼是人变的也有尊严和审美 不是特殊情况 谁愿意把自己弄得真瘾可怖呢 以婉婉那种唬唬唬唬唬的性格 就算是真见了鬼 恐怕也分辨不出来呀 这不由得让李牧想起了他初见张王氏的时候 也只是将他当成了普通妇人 李牧思索间 老王已经从书架的角落里找到了一本书 吹了吹上面厚厚的一层灰尘 扔给李牧说道 这上面有关于灵同的记载 你自己拿去看吧 老王这里还真是什么书都有啊 李牧将那本书和其他几本放在了一起 出了衙门 又在街上买了一些符纸和朱纱 第二破凝聚之后 他能书写的符录又多了几张 而且是驱邪诸鬼等较为实用的那种 这些符录等到用的时候再画 显然来不及呀 需要提前准备好 时常戴在身上 回家之后 李牧接连画了十几张 直到法力接近哭街才停下 吃过饭 他将两张驱邪符递给了柳寒烟说道 这两张符录有驱邪的作用 你可晚晚戴在身上 一般的鬼物以后很难接近你们 我书房里的那些书 你一会儿拿去看 那上面都是有关修行的事 你们可以了解了解 关于灵童那本书 李牧没有给他 他打算等自己先研究清楚了再说 柳寒烟收下符录 李牧又问道 我送进你身体的那一丝法力还在吗 柳寒烟点了点头说道 还在 天赋一般的人往往需要数月的导引 才能在体内产生第一次法力 如果有修行者相助 帮助他们熟悉法力运转的路线 这个时间便能大大减缩 即便如此 那些稍有天赋的人 也需要别的修行者数次帮助 才能凝聚法力 李牧是纯阳之体 天赋极佳 所以很轻易便留住了李清输入他体内的法力 李牧刚才探查过婉婉的身体 发现他早上镀尽他身体的法力已经消散了 他原以为柳寒烟也会如此呢 需要多试几次 没想到他体内的法力至今还没有消散 李牧看着他诧异的说道 把手给我 柳寒烟伸出手 李牧握着他的手 柳寒烟脸色微微一红 却还是任由他握着 李牧分出一丝法力进入他的体内 循环一周之后 惊讶地发现 早上他留在柳寒烟体内的法力 不仅没有消失 反而还增长了一丝 虽然只是可以忽略地增长 但也说明了他的修行天赋不弱于李牧 柳寒烟见他面色有意 忐忑地说道 怎么了 李牧像是想起了什么 看着他问道 你的八字是什么 除了谈婚论家 柳寒烟想不到还有什么时候需要问八字的 疑惑着说道 你问这个做什么 你先告诉我 这个很重要 柳寒烟想了想说道 李牧掐指一算 看向柳寒烟面露震惊 李牧属龙 八字是雾臣 耕武 炳武 任臣 四柱正好纯阳 柳寒烟属牛 比他大三岁 八字是 以丑 心思 丁某 奎某 和李牧相反 四柱正好纯阴 纯阳纯阴 五行之体 魂魄和肉身 是妖鬼和邪修都会觊觎的大补之物啊 却也是合适修行的上家体制 李牧曾经以为他纯阳之体 修行会如开挂一样迅速 但最近这段时间他发现 他的导引修行速度虽然也不算慢 但远比不上书中对纯阳之体的描述 他之所以能在这么短时间之内凝聚出两破 是因为他收集七情很快 修行的道路上和别人不同 李牧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 并且很快就得到了答案 他的身体虽然还属于纯阳 但他的魂魄却属于上一世的自己 正因为如此 他的修行速度比魂魄和肉身都是纯阳的人 才会大打折勾 但柳寒烟不同啊 他是完全的纯阴之体 论正常的修行速度就连李牧也比不上他呀 李牧愣愣地看着柳寒烟 他和婉婉一个纯阴之体 一个天生灵童 这到底是什么主仆啊 柳寒烟见他表情奇怪 心中有些不安稳道 有什么问题吗 李牧回了回神 他怎么也没想到柳寒烟居然和他一样 是这种罕见的体质 他看向柳寒烟问道 有没有人说过你是罕见的纯阴之体啊 他话音落下 柳寒烟身体一颤 脸色立刻苍白了下来 李牧愣了一下问道 怎么了 柳寒烟低下头 面色平静说道 小时候爹娘找人算过 那挂师说纯阳 纯阴之体都是天煞孤星 会给亲人带来灾祸 爹娘认为我不吉利 便将我迈到了岳坊 纯阳纯阴之体 虽然没有天煞孤星这种说法 但他们的确会容易吸引邪恶寄予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们会给周围的人带来灾祸 也没有错 李牧前身的死因 恐怕就是因为这个 他只能安慰柳寒烟说道 那挂师一看就是江湖骗子 不用放在心上 柳寒烟抬头笑了笑说道 你不用安慰我 天煞孤星又如何 这么多年 还不是一样过来了 根本没有什么天煞孤星 我也是纯阳之体 但从来没有人这样对我说过 李牧从书房拿出了李清 送给他的那本修行基础 翻开一页说道 纯阴之体不仅不是天煞孤星 反而是修行天才呢 你自己看 真的 柳寒烟接过那本书 充满期待地望了过去 泛黄的书页上写着这样几句 纯阳纯阴之体者魂魄异于常人 亦被邪恶寄予 若是修行 其素亦数倍于常人 男子纯阳 女子纯阴 乃天生一对 可共结双修大道 阴阳相合 互为俯成 柳寒烟抬头看着李牧 狐疑地说道 这书不会是你写的吧 李牧扫了一眼那页的内容 便知道后面的话让他误解了 未免他以为自己在暗示些什么 李牧摇头说道 你别误会啊 你不是我喜欢的泪脚 第六十六集 李牧对柳寒烟是有些欣赏的 欣赏他作为女子的独立 自强 带着一名小丫鬟 从中郡不远千里来到这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云烟阁做到如今的规模 除了欣赏 还有些缠呢 当然不是缠人家身子 而是他的厨艺 李牧不否认 无论从哪方面看 柳寒烟都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子 容貌身材厨艺身家性格 怕是有无数男子做梦都想娶她回家吧 不过对李牧而言 这样的人做朋友还行 做妻子 他喜欢的是那种温柔体贴 软萌乖巧 会撒娇 会照顾人的软妹子 不太喜欢这种过于强势的 作为男人 他更喜欢保护自己的女人 而不是被女人保护 或者被女人包养 哪怕柳寒烟是纯阴之体 和他天生相配 但感情这种事吧 看的是感觉 不是体质 不 不是你喜欢的类型 纵使柳寒烟从来没想过和李牧发展些什么 但从他口中听到这个回答 还是备受打击的 作为女子 她有身材 有容貌 又有厨艺 而且还有钱 她有什么理由不喜欢呢 她嫖了李牧一眼 不服气的说道 那你喜欢什么样呢 为了让柳寒烟放心 李牧实话实说的讲道 可爱的 听话的 乖巧的 懂得照顾人的 年纪呢 最好比我小一点 可爱 听话 乖巧 还懂得照顾人 柳寒烟觉得自己很符合这样的描述啊 只是年纪比她大了三岁 但大三岁怎么了 俗话说女大三抱尖砖呢 而且抱了她 可不止抱一块啊 而且是一堆金砖 足以让她后半辈子 紧一遇时生活无忧 她难道是在嫌弃自己的年纪 这让她心中顿时生起了气了 倒也不是她喜欢李牧 只是一个对自己容貌身材等各种条件 都有着绝对自信的女子 却被一个男人如此无恃不屑 让她一时间无法接受啊 她张了张嘴 想要反驳 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 目光看向在院里 树下荡秋千的婉婉了 可爱的 听话的 乖巧的 懂得照顾人 年纪比你小一点 她突然看向李牧 警惕地说道 你是不是在打婉婉的主意 柳寒烟不提着李牧还没想到呢 经她提醒李牧突然发现 如果婉婉再长两年 岂不就是她的理想型吗 难怪她这么喜欢婉婉 总是不自觉地对她好 她收起了这些心思 对柳寒烟摇了摇头说道 运气不好的话 我也就这几个月好活了 哪有心思去想这些事啊 柳寒烟成功地被李牧转移了 注意了 她问道 你不是修行之人吗 难道还没办法治病 确切地说 我换的不是病 既然柳寒烟已经踏足修行 之前不方便和她细讲的事 此刻倒是可以解释了 决定和她坦诚相见 李牧继续说道 我踏入修行 本来就是为了活命 人有三魂七魄 两个月前 我的七魄被要挟夺去 只有在半年内凝聚出四魄 才有机会活下去 那你现在凝聚出几魄了 两魄 哎呀 那你快点凝聚另外两魄呀 凝魄没有那么简单 李牧顺便为柳寒烟 普及了修行的知识 缓缓说道 这人的七魄是与生俱来的 七魄生于喜怒哀俱爱物欲此七情 想要重新凝聚七魄 就要积累大量的七情 这七情需要别人对我产生 这谈何容易呀 积累七情 柳寒烟想了想恍然说道 我明白了 你之所以要在茶楼说书 每次都在精彩的地方断掉 就是要收集客人的怒情 李牧点了点头 柳寒烟继续问道 那你上次故意在院子里烤肉 其实是在惹我生气 然后夺取我的怒情 李牧尴尬地笑了一笑 解释着说道 我也是为了活下去 这你应该能理解吧 柳寒烟瞪了他一眼 却没有追究 联想到另外一件事说道 你想要演梁山伯 是想吸收客人的爱情吧 哦 是的 柳寒烟用忧怨的眼神 看着他说道 你还说那是你的梦想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我当时也是情非得已啊 喜怒哀去都很容易获得 爱情和欲情怎么办 哎 先凝聚前面四破 活过这半年再说吧 戏楼那里 我会亲自去催 让他们尽快把剧本改出来 多谢 谢什么谢啊 我还没谢你叫我修行呢 说道修行 李牧想起一事 脸色变得肃然说道 哎 有件事情 你一定要小心注意啊 柳寒烟见他表情严肃 也认真地起来问道 什么事情 纯阴纯阳之体 固然合适修行 但我们的魂魄和身体 对妖物邪物来说 也是大补的东西 不仅容易吸引妖鬼 还会引来邪修的际遇 以后你的生辰八字 千万不能再告诉任何人 更不能让人知道 你是纯阴之体 柳寒烟点了点头 郑重地说道 我知道了 纯阴纯阳 以及五行肢体 通过外表是看不出来的 除非是有人得知了他们的生辰八字 或者是与对此类体制比较敏感的邪物近距离接触 那天晚上在张家村 那僵尸不追 寒者只追李牧 便是因为这个原因 柳寒烟和尚那本入门书籍说道 这本书借我看看 这本书能让他多了解了解修行知识 李牧点了点头说道 你拿去吧 书房里还有几本书 也一起拿去 看完了记得还我 虽说这本书对李牧已经没什么用处了 但是到底是人家李清送的东西 送给别人总归不好啊 柳寒烟回到家中 将那本书压在枕下 对小丫鬟说道 婉婉 你去一趟戏楼 告诉师傅们 让他们三天之内 把话碟的剧本编出来 这个月工钱加倍 人府 四海书铺被罚关门三月 赔偿一百两银子给云烟阁掌柜 掌柜的也被打了五十仗 人府之中 吓人们面露愁容 那院的一间房内 传来人掌柜一声又一声的哀嚎 一名年轻人走进房内 人掌柜看着他立刻说道 远儿啊 你可要为爹报仇啊 年轻人脸色一沉说道 不是说了 让你踏踏实实做生意 不要搞这些歪门邪道 你真以为鸭门里那些修行者是吃干饭的吗 我以为那女人出来诈道没什么背景 谁想到她背后有人呢 行了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你在家好好养伤 不要再招惹衙门 年轻人走到床前伸出手掌 附在任掌柜的背上 他的手掌上白光一闪而逝 任掌柜从床上爬起来惊喜说道 不疼了 只是消除了你的疼痛 伤还是要养的 你好好待在家里 眼睛里别总想着银子 等我修为有成 那些东西还不是要多少有多少 任掌柜重新爬回床上说道 你好好跟着你那师父修行 等你修为有成 挣了大钱 把杨秋县所有的书铺都买下来 年轻人走出房间 走到仁府最深处的院子 对门口两名下人说道 我要尽心修行 不是天大的事 不要打扰我 李牧正在院中练剑 柳寒烟将一个薄薄的册子 放在了院内的石桌上说道 这是画碟的剧本 你抽时间看看 尽快将台词背下来 这么快 婉婉在一旁说道 当然快了 为了督促他们赶剧本 小姐可是连续两个晚上都没有睡觉 李牧抬头看了看 见柳寒烟原本精致的面容 此刻有些憔悴 卧蝉也比前两日更加明显 心中有些感动 双手抱剑说道 胆不言谢 日后有机会再报答 柳寒烟白了他一眼说道 别日后了 就现在 你要是没事 教我画符吧 等我学会以后 就能自己画助言符了 此时啊 时间距离李牧教柳寒烟修行 只过去两天 昨天晚上在李牧的帮助之下 他成功的练画了第一破 人比人气死人啊 李牧为了宁破 费尽千辛万苦 学了一封做好事 又是扶老太太过马路 又是隔张山韭菜 又是帮领满沉渊得雪 到处收集戏乐之情 好不容易才凝聚出第一破 柳寒烟只用了两天 就做到了李牧一个月 才能做到的事 这其中 固然由李牧将上次凝破 剩余的虎妖魄力 度给他的缘故 纯阴之体在修行上的天赋 起着更大的作用 当然 没有妖物的魄力 他练画后面的魄 就没那么快了 柳寒烟想起 昨儿晚上那种修行 飞速提升的感觉 忍不住填了填嘴唇 看着李牧问道 昨天晚上 你送进我身体的东西 还有没有 没有 一滴都没有了 李牧看着他 无比认真地说道 修行要脚踏实地 不要总想着走劫匠 要不然修到最后 不是害了别人 就是害了你自己呀 在修行上 柳寒烟为李牧侍从 被他训斥了一句 低下头小声说道 我知道了 炼画一破之后 柳寒烟的法力 已经可以书写两种最基本的符录了 一个是定神符 另一个是助言符 李牧先让他临摹两张符的符文 能一切呵成地绘制出符文 是书符的第一步 柳寒烟精通多种乐器 本身便拥有一双巧手 书画这种事情 对他来说不是难事儿 他书符的困难在于 要排除一切的杂念 将法力灌注于符文之上 初学者没有长时间的练习 是不可能书符成功的 即便是对此小有天赋者 也要十天半个月才能练成 资质平庸者 练习数月才能掌握也是成事儿 柳寒烟已经失败了数次 乏力透支脸色苍白 却依然在坚持 李牧从舒服一世 便能看出他的性格里的执拗 他一旦认定某件事情 绝对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那种 李牧看着他 劝慰着说道 要不明天再试吧 我一定可以的 就差一点了 李牧担心 他再坚持下去会理解呀 夺了他手里的笔说道 跟我念 心若冰青 天塌不惊 万遍犹定 神仪弃净 教会柳寒烟后 李牧又提醒他说道 这个法觉你自己记着就好 不要告诉别人 清心诀不属于倒数的范州 但对需要静下心来 全神贯注的场合十分有效 学会了清心诀之后 柳寒烟只失败了一次 便成功的画出了一张助言符 在这个世界 清心诀是只有李牧才懂的独门秘法 和导引之术不同啊 如果不是看在柳寒烟熬夜 帮他编剧本的份上 李牧才不会这么大方的交给他 用真心换真心 这是李四交给李牧的 虽然李四当时说是泡妹子 但用在其他场合也可以啊 说起来他不能厚似薄笔 既然交给了柳寒烟 找个机会也要交给李清啊 柳寒烟虽然对他有恩 但却不及李清对他恩情的十之一二 而在李清那里 李牧只有索取 从来没有过什么回报 李牧在职房找到李清的时候 他正在闭幕修行呢 修到下三境 分别是炼破灵魂巨神 炼破便是炼化七破 让修行者可以彻底掌控肉身 灵魂其实也是炼魂 是修行者逐步掌控三魂的过程 这一境界 修行者的灵魂逐渐壮大 可自由进出身体 且在离魂状态时 还能保持部分实力 巨神是修行下三境的最后一境 到了这一境界 修行者三魂融为一体 彻底转化为元神 即使是肉体死亡 也能元神出窍 进入新的肉体重生 只要元神不灭 他们便不会真正的死亡 据神境的神行者 一身修为尽在元神 哪怕是肉体死亡 只剩元神 实力也不会减弱太多 这一点与化形妖物类似 那蜥蜴精和虎妖 肉身虽死 魂魄依旧强大 只是他们变成魂魄肢体之后 对雷法佛光等会更加的畏惧 李牧走进职房 李清缓缓地睁开眼睛问道 是修行者知道什么事情了吗 没有 我偶尔得到了一个法诀 能够清心寡欲固守心神 在舒服的时候施展 能让人心神手艺 提高舒服的成功率 他将一张指尖递给了李清 这是哪法诀 李清并没有接 摇头说道 道门静心清心的法诀不少 却无疑有此效用 就算是在六宗祖庭 此诀也称得上是圣城法诀 珍贵异常 我不能收 李牧将指尖放在了李清面前的桌子上 说道 头儿教我修行 救我姓名 又赠书赠件给我 这一个小小的法诀 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什么道书法经 李牧这里还有不少 清心觉只是其中 效用最不明显的 不是李牧不想给他好的 以李清对他的恩情 就算是让李牧以身相许 也不算过分 实在是这九字真言 李牧自己都没有搞清楚呢 若是就这样拿出来 他连借口都不好编呢 一个小小的清心觉 虽然不能报答李清恩情之万一 但他们每日都在一个屋檐下 相处的机会很多 日后有的是慢慢暴答的机会 毕竟来日方长嘛 将那指尖放在桌上 李牧对李清微微一笑 头儿你继续休息啊 我去巡逻了 等等 李清看了一眼桌上的指尖 没有说什么 只是看着李牧问道 你已经凝聚了尸狗和符石 下一步准备凝聚哪一个 李牧不好意思地说道 雀爷 想好怎么收集爱情了吗 李牧点了点头 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 亏你想得出来 李清微微一笑继续讲道 去吧 衙门里的事情 我会交给张山和李斯 你只管宁破就好 李牧站在门口 没有立即出去 李清看着 站在门口的李牧说道 还有什么事情吗 头儿 你笑起来真好看 你平日里应该多笑笑 李清愣了一下 随后目光游移一顺说道 去巡逻吧 刚刚巡逻回来 准备在职房休息休息的张山 站在门外瞪大了眼睛啊 片刻后 卫阳街头 他揽着李牧的肩膀 震惊地说道 李牧 你疯了吗 连头都敢调戏 你就不怕头生气呀 李四走在他身边说道 一个女人 永远不会因为你夸得好看而生气的 嘿 头是普通女人吗 仙女也是女人呢 李四说起大道理来 那是一套一套的 却又让李牧不得不服气 刚才他也是脑子一热 随口就将心里话说了出来 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生气 走到云烟阁戏楼的时候 李牧暂时将关于李清的心思压下 专心考虑凝聚雀音的事 对他而言 即将要凝聚的不仅仅是第三步 还有男人的尊严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如果喜欢本书 请加入订阅 方便下次继续收听 去 loca这副 我们下等一分钟 稍后 tema 언니 我们下等一式 Sawn